喂 大家好 八卦东西 当年大家一起说 是八卦的 有什么叫做八卦呢 八卦当然是我们祖国的逆经 逆经八卦方向乾瑞尼震逊克文坤八卦象 代表着四面八方 今天我是想补充一点 上次讲的那件事 还有回应老萧 这个撞车事件 之后讲到的一些概率学上的问题 其实老萧说的其中一个概率论上的问题 是挺好的一个概念 他就说 你比较一下 其实我想Key了他的 那段话出来的 不过这里口述 他就说香港人在外地撞车的机率还是真的高一点呢 其实北海道撞车的机率是不是会高一点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概率和香港人的本周撞车的概率 互相比较一下 大概就会知道 就是我想他想说这个雪地撞车的机率 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提高了呢 这个要比较呢 我们就要去看一个合理区间 到底两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可信度呢 而如果你抽标的时候 香港人自驾游的数目呢 我认识朋友都会在福岗那里驾车走 但是呢 数目就应该不会说真的那么多 就是大陆旅行团多一点 另一个概念 就是Base Freedom 和Conditional Property 即是条件机率 条件机率说的就是 虽然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 例如你家工厂火触的机率是很小的 但是如果我加多个Factor给你 去想的时候 就可以令到那个机率提升了 例如我跟你说 你家工厂有九成的男性 于是男性级的机率是多了 多了的时候 就会令到你那个工厂火触的机率 就提高了 这些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是精算师的强项 那我这集叫什么好呢 要补充消息就算了 即是当营养品 即是有空就聊天 好了 第3点 即是都不是说这些东西 老蕭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几十年来 都没见过这个香港的名人 即是又撞到另一个香港的名人 当然这次不是一个好的相撞 但是呢 我就想引入这件事叫做机率的时间性 什么叫做机率的时间性 其实如果你说说1914年的时候 你在香港 然后自驾游 然后相撞的名人 那个机率可以说是零的 因为那时候都不会有自驾游 对不对 就因为随着香港的经济发展 来到今次今日 多了人 可以负担得到 负担得到自驾游 那你有那件事发生 才会令到机率又提升了 没有那件事发生 根本就不会有那件事 即是等于 你不吃饭了 便不会给你饭死 但是呢 就不代表你不会给你饭死 那这个呢 是想讲回一个机率的时间性 不过今天呢 也不是想讲这件事 想讲一讲的大家去 估计一下 当曾志偉遇到这个李处长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给了一个 Conditional Productility 两个车 迎头 见到对方 已经打了灯了 因为冰天雪地之下 那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个李处长 伤得禁过曾志偉那么多呢 那就是了 大家想一想 那我 大家等 那就很快结晓了 那就是 你想想到 我给大家想一下 那我重复一个题目 就是曾志偉遇到这个 李局长 不是 是厨长 李处长 曾志偉遇到李处长 为什么李处长伤得禁过曾志偉那么多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是否因为 曾志偉的车上 有一个非常有弱力的女性 所以吸引了这个李处长的注意力 其实就是 当然了 純属遗測遗測就没有捧 但是说的就是 大家知道了 两个人相遇 你觉得 曾志偉认得这个李处长呢 还是李处长认得这个掌门人呢 当李处长看到曾志偉在的时候 我完全同意 真的刚刚都没那么巧 那当年就会恶一恶 老实说 他遇到那个文龄人都不会撞 即是如果李处长自介游的时候遇到我呢 可能一声就过了 但是他遇到那个是曾志偉 这些是不是宿敌 蒸发有运了 所谓宅路相逢 勇者性 你怯一怯了 突然间恶一恶 那就被人撞到坦了 这里呢 就没有什么感性的东西 在里面 我纯粹 设计当日的事 然后呢 去讨论一下 你可以说 冥人撞车的机率呢 是 非常之那么低 那视乎你低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不说车落啦 我说你可能在街边突然撞到 你吃鱼蛋 突然撞到一个冥人 可能呢 比鱼蛋近乘的机率应该会大幅上升 所以无论谁在当时驾车遇到曾志偉的 其实 都很大机会会撞的 因为你想看清楚一点 唯一不撞的可能 可能是那个人瞎的 见不到曾志偉就不撞 我再说一次 如果那个人瞎的话 见到曾志偉就不撞 这个推论是不是很合理呢 再说说概率这件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是会高估了一些 我们平时不会遇到的危险 例如 遇到恐怖袭击 又或者受到不知什么病毒感染 那些概率 其实呢 我们都太高估了 不过呢 打定肉肉先 不过呢 我们就低估了一些 平时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事 的概率 例如呢 如果你在新基内亚那里 躺在那棵树上 就是那些树洞那里 其实新基内亚人是不敢的 他一定会移开几百万样的 你说不怕 那其实呢 新基内亚林树的机率呢 就大概是一千份之一 你那天睡当然就没所谓 即是未必轮到你 但是如果你长期的 三年来 不停都躺在那个树洞呀 各样的那里呢 那当然最好同一树洞 但不同也没所谓了 大概是睡了一千日的话呢 基本上是必死无疑的 因为那个一千份之一的机率呢 就一定会找到你上身 而这个机率呢 是比你可能不坐飞机呀 空眼呀各样的机率呢 是大很多 不过你又不是很容易的 另一 单概率高的事件呢 但是我们又很容易去低估它呢 就是在家里的冲浪港跌死 其实每年呢 在冲浪港跌死的人数是不少的 尤其是老人家 所以看上去好像一些很低的机率呢 其实可能很高的 只不过呢 如果你情报不足的话呢 你是估算不了这些这样的机率的 哼 说到这里 其实有没有人想到我想说什么 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呢 就是这个曾志偉和李局长呢 我又给了多一个机率了 他们都是没戴眼镜的 没戴眼镜代表什么呀 眼力好 为什么他做到这个保安处处长 眼力好呢 认得你了 两个人都对自己的眼力这么有信心 他们呢是会低估自己撞车的机率的 而又由于低估了自己撞车的机率呢 所以他们撞车的机率是会提升了的 这个呢就是保险里面的 的理论了 就是看看有没有人听得明白 就是说呢 有些人呢 去买保险 是他觉得自己有事才去买保险 又有一些人 去买完保险之后呢 他反而会因为保险的保障 忽略了自己应该注意的安全措施 难得今天是 可以说概率 这里就引起几个感觉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又讲下一个做人的原则啦 就是我见其他channel那些人 可能留言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 那呢 有些人是跑去删除了他呀 那不如不要给人留言 我既然有言论自由在说话 我都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 就是你随便留意 那删除的话呢 当然不会删除了 浪费我的时间 那我引用邱吉尔讲过的一句说话 邱吉尔讲过什么呢 如果沿途你想走去目的地的时候 每一只狗在那里吠你 你都要吠回回头的话 你永远走不了目的地 You will never reach your destination if you stop and throw stones and every dot that barks 就是我都觉得好笑 那又引用武藏元 和骚黑衣里面的一句 我鸿某人当日留下一只打狗棒 都是象征式的 没想过你打骗了每一只狗的 好了 那我又讲回其他世界上的小机率事件 有数得计 在全球里面 我们有70亿左右的人口 每年 就有大概4000人 因为雷击 会致死 不过遭到雷击的人 大概有4万个 即是说你生存机率 也挺高的 为什么雷击会致死呢 其实就是 九乘九 你也是会烧伤的 因为人的电阻是非常大的 雷一砍下来 其实当中有很多静电电子 你就一定要有一些器材 可以引到电到地下你才会没事的 然后又讲一番juicy的新闻 之前呢 再讲一些雷击的东西 如果你当中有些金属器材 其实是会令你致死率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金属器材是会令到雷击 得力更加重 即是老少说得对 雷击而不死的时候 应该很多时候就是没击中你 只不过是一些外围电带 就能电到你 如果呢 你是有些金属器材在这里的话 会好一点 最大事其实是电死了你的神经 即时你的心脏 神经死了的话 心跳都停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致死原因 皮肤烧伤都没有 那单新闻 就是说大家平时 讲的克罗地亚的其中一个男子 他也是被雷击 但是就没死 他就41岁 那当时呢 他就带着耳筒 耳筒呢 就一直去那个腹袋那里 那他用什么引电到地下呢 因为其实他的鞋是塑膠鞋来的 引不到电到地下 而他不死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耳筒呢 就帮手把电传到那条腹那里 没错啦 当时呢 龙一声一二打下去的时候呢 就电坑了 掉到地下 那只胶鞋呢 就不能下地 就沿着这个耳筒呢 就一直传到腹袋 然后经由J捷地呢 然后就流走 所以才恨而不死 又刚刚避过最关键的心臟 那JJ救了他一命了 好 那就今天 说到这里 那就多谢大家看到没了 祝大家Happy New Year 新一年就新的开始 请订阅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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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